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竟然在家裡這樣 以前我們剛結婚 我就會受不了 他不講話 我就更生氣 為什麼你不會回我一下說 哎呀 你怎麼 你不才擦起來 你就一個人好像說 一個錢就沒錢了 就會生氣了 兩戰這樣 剛開始會覺得說 他很大男的 什麼事情 你都沒話說 好不好 你都要講 他都沒話說 總之就是他很沉默 都沒跟人家互動 是說 沒力氣 慈激 大家庭看得比較好 那瓦斯一隻都差不多90公斤 體力 做這瓦斯行業真的蠻累的 像前剩十幾的話 一天至少要150頭 100公斤了 150頭 那一段時間 根本沒有什麼假日 你要休息的話 禮拜天要休息 禮拜六一定要把客戶 全部安頓好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拚 一個月下來 修個兩天差不多了 我腰是在三年前才開刀的 算職業傷害啦 最主要是沒辦法站 我要站個三五分鐘 我下半身就開始忙了 後來醫生還是建議我 說一定要開刀 腰的部分有開刀十五公分 我裝了四根鐵丁 現在體力跟還沒開刀之前真的差很多 沒辦法出力 開起來 雖然痛是好 但是跟以前的體力真的差很多 感覺腰不是我自己的 你要出力的話 以前靠鎖管就可以上了 現在沒辦法 現在一定要靠鎖管跟肚子的力量 才有辦法這樣上十二 我國中畢業就出來了 因為不習慣讀書嘛 當初是我老師介紹的 所以剛開始送家庭 不然因為工業比較發達 一天要送到可能差不多六噸多 以前可能是年輕 一至一百公斤的硬上 沒有感覺出來說老的話 這些毛病都會出來 算錢應該有四十年了 我出來就做到現在了 我現在算退休了啦 現在大部分都在環保站 也沒有收掉啦 只是一些老客戶還是有在送 但是量很少了啦 這種瓦斯跟收環保開車 心情有什麼不一樣 瓦斯是職業啦 環保是付出啊 那心情有什麼不一樣 像我黃寶志工打電話來都 這個點已經滿了 要趕快去收 那我就要趕快排時間 因為有的空間很小 你沒有及時去收的話 黃寶志工要起環保心 因為他沒地方放啊 所以要趕快排時間去收 瓦斯現在應該很少了啦 我以前最多一天要差不多一百二十隻 現在可能一天兩三隻 四五隻 但是... 差很多 所以這個車也是以前的 宋瓦斯啊 坐下來 對 我開好幾台啦 這一台應該是第四台啦 我比較急性子 他比較溫存 他都一直都是這樣 他雖然不講 但是後面會幫你做到好這樣子 不會說像人家那樣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他不會 他就是默默地做 那時候是因為 有一次開車的師兄有事 沒有人開車 然後我一直跟他講 我說 你可不可以幫忙帶一下 那時候是車子是老闆的 然後他講說 老闆的車怎麼可以拿去 別的用處這樣 我說在環保又不是做什麼 我們回來就是 把油膠還給他這樣 我們就再一趟就好了 但是他的人就是說 他不會說只再一趟 他去了看到那麼多 然後他也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一直把他摘到完這樣 後來就一次兩次兩次 後來就是遇到九二一大地震 他自己有去參與 他自己才發現說 這個還不錯 然後他自己才過來做這樣 他就開始做了好多的事 他就要不要到這個人做好多的事 他就這樣做好多的事 我會把他做好多的事 他就這樣做好多的事 我跟他做好多的事 我會做好多的事 這個環保一定要有人付出 像我們現在的環保站 都是一些老菩薩在撐著這樣子 各居一起撐著 應該我算最年輕的 知道你要來嗎 叫他去攝影 我們沒有湯汁 那種古人的湯汁 好像比較漂亮 真的現在都是老的做 如果年輕子要做真的以後會斷掉 別地方我就知道 我們這邊一定斷掉 我們老的病的病的 剩下我們有幾個 他要兩個 兩個都生病了 一個今天要開刀了 他們今天要去哪裡 老的都一直不是生病就是開刀了 一個一個沒有多人來 只有少人來 真的 這個老的如果沒有 今天沒有比較健康 就直接直接撐起來了 那你覺得農師兄好像是 他的個性上 好啊 他不多話 他不會穿完齋 帶人這樣插插插插 就是那個尖尖那個樣子 他不多話 他也不會跟我們開玩笑 你打 有問就他就打你 沒有問就不會說 你叫他幹什麼都說好 不管你家裡的事 或這邊的事 麻煩他 他沒有惡化 真的很好 真的 讓我滿感動的就是 瑞瑩師姐 他是真的為了環保來付出 從住院到往生 差不多20多天了 可以說前一天還來環保站 隔天就去住院了 就沒有出來 看到了這些 環保子官我真的 滿心疼的 我去檢查那個肝指數說 兩千六百多萬 以前我知道我自己有米肝 但一直都沒有在追蹤 因為我本身有上膏 後來醫生幫我檢查 他跟我講說 你肝有問題 檢查出來說 兩千六百多萬 比正常人高很多 等於是 要肝硬化的初級而已 一、四、三、七、八、七、十五 你看看 米肝是以前很早就 因為他一直就是有點鴕鳥心態 他都沒有去檢驗 可能是 以前沒有這樣吃藥過 後來他三膏以後 然後又後來又肝硬化這樣 所以他一早起來 三點多、四點多醒來 你就要趕快吃肝的藥 然後吃完兩個小時以後 才能吃飯 吃完才能吃三膏的藥這樣 有時候臨時勤務來了 或是說他急著去送瓦斯 或是這樣 人家一直吹 你什麼時候來收回收什麼 他就跑掉了 然後就沒吃藥 所以我就會跟孫子講 如果不在我就會跟孫子講 你一定要提醒阿公 要出門的時候 一定要讓他吃藥這樣 然後把水拿在他旁邊 看著他吃這樣 不然他有有有 他就沒吃就跑掉了這樣 因為可能是以前住在山上嘛 比較沒有人講話 所以個性就比較內向 後來因為四姐帶我進環保 其實奇怪 人又接觸得比較多 所以他們都會帶動 就這樣慢慢 信念語言方面就進步蠻多的 以前他就只有他一個人 然後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裡面 都沒有方便 有啦他要環保以後 他就有比較跟人家互動 有比較互動 其實我進來持續 我個性算改蠻多的 以前看到麥克風我就害怕 現在因為常常要練習 所以現在比較自然的 不會像他以前那麼內向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所以你以前自己一個人 可以一整天不說話嗎 可以啊 就沒什麼事 就坐著 不是看電視 就是以前沒有手機啊 就看 只有看電視啊 就 身頭很簡單啦 不會往外面爬什麼 都不會啊 然後一休息就是在家裡 因為算了我住了比較近啦 所以師兄還是找我說 能不能幫忙承接這個 關門開門的勤務 我說可以啊 因為商人為我們 來蓋這個莊嚴的道場 總是要有人來承接 幾年我是沒有算的 從開始幾夜都要到現在了 我們現在也要到現在了 我們過去就要吃東西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去吃東西 我們都要吃東西 我們就要去吃東西 然後就要吃東西 我們就要吃東西 然後就要吃東西 有很多 志工都是從年輕做的做到這樣 老 病痛出來 真的蠻不捨的 但身體病痛還是 一直為著方法來付出 真的蠻感動的 不從做中得歡喜 還能做 盡量出 劉師兄 用點心 休息一下 用點心 謝謝